杨子新作不断热议 杨子近期确实在忙碌的行程中 尽管他未能亲自出席《长相思》第二部的发布会 但他在这部作品中的角色和表现仍然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 杨子的演技一直备受认可 他所饰演的角色的魅力和深度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杨子的缺席并没有减少发布会的影响力 反而让作品的男主角们成为了焦点 他们在发布会上展示了出色的表现和魅力 为作品增色不少 这也证明了杨子在《长相思》中的重要地位 他的大女主身份备受认可 杨子目前正在拍摄的《国色芳华》已经进行了大半年的拍摄 他的敬业和努力为作品带来了精彩的呈现 同时他也在积极地洽谈下一部作品《蓝香如故》 这是一部由新莲制作的古装剧 虽然作品会进行一些改编 但相信杨子的演技和魅力一定会再次给观众带来惊喜 在新剧中 杨子的男主角预计将继续选择新面孔 这样的选择充满了新鲜感 也为作品带来了更多的期待 杨子对于作品的选择一直非常慎重 他希望能够带给观众更多优秀的作品 展现不同的角色和魅力 尽管杨子近期未能参加发布会 但他的影响力和人气依然很高 他的粉丝们对他的支持和期待从未减少 相信他会在适当的时候以更好的作品回报观众的等待 杨子获得白玉兰事后提名 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和祝贺 他在长相思中的出色表演让人们对他的演技赞不绝口 作为一个年轻演员 杨子展现了出色的演技 将男人和女人的角色演绎的淋漓尽致 可谓是无人能及 在长相思中 杨子饰演的角色复杂多变 既有男性的刚毅 又有女性的柔情 他通过细腻的表演 将角色的内心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 无论是眼神的变化 还是肢体语言的运用 杨子都处理得非常到位 他的表演不仅让观众感同身受 更让人们看到了他作为演员的无限潜力 杨子的成功并非偶然 他从小就开始接触表演 经过多年的努力和积累 终于在演艺圈中展露头角 他不仅在电视剧中表现出色 还在电影、综艺等多个领域展现了自己的才华 他的每一次表演都能给观众带来新的惊喜 这也是他能够获得白玉兰世后提名的重要原因之一 网友们对杨子的祝贺和热议 不仅是对他个人的认可 更是对他多年努力的肯定 许多网友表示 杨子的表演让他们重新认识了他 也让他们对中国影视剧充满了期待 有人说 杨子的表演让他们看到了中国年轻演员的希望 也有人说 杨子的成功是对所有努力奋斗的年轻人的激励 除了网友们的祝贺 杨子的同事和朋友们也纷纷表示祝贺 许多与他合作过的演员和导演都对他的演技赞不绝口 认为他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演员 杨子的成功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耀 也是整个团队的骄傲 总的来说 杨子获得白玉兰事后提名 是对他多年努力和才华的肯定 他在《长相思》中的出色表演 不仅让观众看到了他的实力 也让人们对他的未来充满了期待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杨子会继续努力 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 他的成功故事 也将激励更多的年轻人追求自己的梦想 不断努力 勇往直前 杨子是靠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大女主 他扛起了一步步重要的剧集 展现了自己的实力 作为最强扛巨花 杨子的表现实至名归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他在2023年唯一大热剧《长相思》中饰演的小妖夜值得肯定 他曾说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 每一步都算数 恭喜演员杨子提名白玉兰 这是实至名归的荣誉 杨子的演艺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他从小就开始接触表演 经历了无数次的试镜和失败 但他从未放弃 他深知 只有通过不断的努力和积累 才能在竞争激烈的演艺圈中站稳脚跟 他的每一次表演都充满了真情实感 让观众感同身受 他不仅在电视剧中表现出色 排在电影 综艺等多个领域展现了自己的才华 在《长相思》中 杨子饰演的小妖是一个复杂多面低角色 他通过细腻的表演 将角色的内心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 无论是眼神的变化 还是肢体语言的运用 杨子都处理得非常到位 他的表演不仅让观众感动 更让人们看到了他作为演员的无限潜力 他的努力和才华 得到了业内外的一致认可 杨子的成功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耀 也是对所有努力奋斗的年轻人的激励 他曾说过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 每一步都算数 这句话不仅是他对自己努力的总结 也是对所有追梦人的鼓励 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 只要坚持不懈 努力奋斗 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 网友们对杨子的祝贺和热议 不仅是对他个人的认可 更是对他多年努力的肯定 许多网友表示 杨子的表演让他们重新认识了他 也让他们对中国影视剧充满了期待 有人说 杨子的表演让他们看到了中国年轻演员的希望 也有人说 杨子的成功是对所有努力奋斗的年轻人的激励 总的来说 杨子获得白玉兰提名 是对他多年努力和才华的肯定 他在《长相思》中的出色表演 不仅让观众看到了他的实力 也让人们对他的未来充满了期待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杨子会继续努力 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 他的成功故事 也将激励更多的年轻人追求自己的梦想 不断努力 勇往直前 杨子曾表示希望观众能够通过《长相思》看到他在角色理解和演技方面的进步 而他确实做到了 无数观众看到了他的进步 并且对他的演技表示肯定 作为他的粉丝 我们为他感到开心 他的努力终于被大家看见了 恭喜我的宝贝杨子凭借小妖入围白玉兰最佳女主角 他值得这个荣誉 在《长相思》中 杨子饰演的小妖是一个复杂多面低角色 这个角色不仅需要展现出女性的柔情 还需要表现出男性的刚毅 杨子通过细腻的表演 将小妖的内心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 她的眼神 肢体语言以及情感表达都处理得非常到位 让观众感同身受 她的表演不仅让观众感动 更让人们看到了她作为演员的无限潜力 杨子的成功并非偶然 她从小就开始接触表演 经历了无数次的试镜和失败 但她从未放弃 她深知 只有通过不断的努力和积累 才能在竞争激烈的演艺圈中站稳脚跟 她的每一次表演都充满了真情实感 让观众感同身受 她不仅在电视剧中表现出色 还在电影、综艺等多个领域展现了自己的才华 作为她的粉丝 我们一直关注着她的成长和进步 每一次看到她在荧幕上的精彩表现 我们都感到无比自豪 她的努力和才华 得到了业内外的一致认可 她的每一次进步 都让我们感到欣慰和骄傲 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 只要坚持不懈、努力奋斗 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 网友们对杨子的祝贺和热议 不仅是对她个人的认可 更是对她多年努力的肯定 许多网友表示 杨子的表演让他们重新认识了她 也让他们对中国影视剧充满了期待 有人说 杨子的表演让他们看到了中国年轻演员的希望 也有人说 杨子的成功是对所有努力奋斗的年轻人的激励 总的来说 杨子凭借小妖入围白玉兰最佳女主角 是对她多年努力和才华的肯定 她在《长相思》中的出色表演 不仅让观众看到了她的实力 也让人们对她的未来充满了期待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杨子会继续努力 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 她的成功故事 也将激励更多的年轻人追求自己的梦想 不断努力、勇往直前 作为一位不断提升演技的演员 杨子真的太优秀了 她的演技无可挑剔 人品善良到了极致 她不仅拥有出色的演技 还有颜值和人品 这样的综合优势在演员中难能可贵 杨子,你真的好优秀 入围白玉兰事后提名 无论结果如何 你已经获得了大家的认可 你真的值得 杨子的演艺之路充满了挑战和机遇 从小就开始接触表演的她 经历了无数次的试镜和失败 但她从未放弃 她深知 只有通过不断的努力和积累 才能在竞争激烈的演艺圈中站稳脚跟 她的每一次表演都充满了真情实感 让观众感同身受 她不仅在电视剧中表现出色 还在电影、综艺等多个领域展现了自己的才华 在《长相思》中 杨子饰演的小妖是一个复杂多面低角色 这个角色不仅需要展现出女性的柔情 还需要表现出男性的刚毅 杨子通过细腻的表演 将小妖的内心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 她的眼神、肢体语言以及情感表达都处理得非常到位 让观众感同身受 她的表演不仅让观众感动 更让人们看到了她作为演员的无限潜力 杨子不仅在演技上不断提升 她的人品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她待人真诚、善良、乐于助人 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生活中 她都展现出了极高的道德品质 她的善良和真诚 让她在圈内外都拥有了良好的人员 她不仅是一个出色的演员 更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 作为她的粉丝 我们一直关注着她的成长和进步 每一次看到她在荧幕上的精彩表现 我们都感到无比自豪 她的努力和才华 得到了业内外的一致认可 她的每一次进步 都让我们感到欣慰和骄傲 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 只要坚持不懈、努力奋斗 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 网友们对杨子的祝贺和热议 不仅是对她个人的认可 更是对她多年努力的肯定 许多网友表示 杨子的表演让他们重新认识了她 也让他们对中国影视剧充满了期待 有人说 杨子的表演让他们看到了中国年轻演员的希望 也有人说 杨子的成功是对所有努力奋斗的年轻人的激励 总的来说 杨子凭借小妖入围白玉兰事后提名 是对她多年努力和才华的肯定 她在《长相思》中的出色表演 不仅让观众看到了她的实力 也让人们对她的未来充满了期待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杨子会继续努力 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 她的成功故事 也将激励更多的年轻人追求自己的梦想 不断努力 勇往直前 肖战米兰时装周鼎格满分的黛玉 让很多人羡慕极度恨的口水 都从眼睛里流了出来了 实实在在的牌面和黛玉就摆在那 这是两场大秀被邀请的全球艺人当中 黛玉最顶级的艺人 可是还是有的人闭眼黑说 那不过是来自于肖战粉丝的自嗨而已 肖战的顶级其实由来已久了 只是有的人拒绝承认而已 早在19年的时候 肖战就身穿2020早春款 作为古池品牌唯一受邀的中国艺人 参加了米兰时装周 蓝鞋品牌关博制顶 24小时随行Vlog 点赞 第一排看秀 肖战的成功并非偶然 他从一个普通的南海成长 为如今的顶级流量明星 经历了无数的努力和挑战 无论是在影视剧中的出色表现 还是在音乐领域的才华展示 肖战都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他的每一次亮相都能引起广泛关注 每一次作品发布都能获得大量好评 这不仅是因为他的颜值和才华 更是因为他那份对事业的执着和努力 在米兰时装周上 肖战的出现无疑成为了焦点 他不仅受到了品牌方的高度重视 还得到了全球时尚界的认可 作为唯一受邀的中国艺人 肖战的每一个细节都被精心安排 从服装到座位 从随行团队到媒体报道 无不体现出他在时尚界的地位和影响力 蓝鞋品牌关博制顶 24小时随行Vlog Ins点赞 第一排看秀 这些都是对他地位的最好证明 然而 即便如此 仍然有一些人对肖战的成功持怀疑态度 认为这不过是粉丝的自嗨 然而 事实胜于雄辩 肖战的顶级地位早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早在2019年 他就已经作为股持品牌唯一受邀的中国艺人 参加了米兰时装周 并且得到了品牌方的高度认可 这些都是他实力的体现 而不是简单的粉丝自嗨 肖战的成功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荣耀 更是对所有努力奋斗的年轻人的激励 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 只要坚持不懈 努力奋斗 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 无论是在演艺圈还是时尚界 肖战都用自己的实力和努力赢得了大家的认可和尊重 总的来说 肖战在米兰时装周上的顶格待遇 是对他多年努力和才华的肯定 无论结果如何 他已经获得了大家的认可和尊重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肖战会继续努力 为观众和粉丝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和惊喜 他的成功故事 也将激励更多的年轻人追求自己的梦想 不断努力 勇往直前